本辖中和及永和区在7月8号晚间传出枪响 案发之后一名少年立即西枪前往中和警分局投案 经过研判幕后显示受人所作使 新北检警立即启动我们快打3.0策略机制 由新北地检检察官 证事师 指挥新北市行大 中和永和分局共同组成专案小组 经过切而不舍的追查 我们掌握了40岁具有特定正常身份的孙姓男子 就是整齐了幕后策划的长径人 孙男他以金钱诱惑少年替其前往施行恐吓 拨妻以及开枪示威等等恶行 经过多日的收证我们在14号同步收网 共同居体四村贤等8个人到案 查扣的包含手机 球棒 西瓜刀等等相关的作案的车牌 全案依照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枪炮恐吓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本局在与新北检共同组成快打3.0的策略运作模式之下 不分昼夜 实质指导 快速打击 严谨收证 再配合上资料系统的整合 近期在最短时间里面迅速侦破的辖区肃起的重大刑案 对于组织暴力犯罪的事件 经过检请合作的分镜合集 对犯罪行为绝不宽怠 一旦弃货犯嫌到案 也将会鉴请检察官予以申请羁押 以强力打击不法犯罪 维护我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谢谢 谢谢